旅游四正妹,长腿妹吸睛 拖了拖了,这些正妹们 昨天为了选上旅游正妹 现场就脱下外衣 露出事先穿好在里头的比基尼 看起来真像是换装袖 主办的旅游业者 从40名正妹选出10名进行决赛 包括轻大高材生 产品设计师 连助理主持人也来PK 拥有36G傲人胸围的巴巴拉 靠肚皮舞获选 你以为穿比基尼好看 就可以当旅游正妹吗 错了,错了 介绍旅游景点时 还得大方,口调要清楚 在拍我吗 已经开始了,这么拨了 大家好,今天可以真带大家来到的 就是我们的夏威夷啦 正妹介绍各国旅游景点 穿比基尼针对位 20名宅男现场投票 直接把票贴在正妹身上 助理主持人奈马 俨然是宅男吸票机 还蛮开心的 因为我一直觉得宅男喜欢的 好像有特定的类型 可是我觉得今天可以得到 很多票数的话,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表示我也收到宅男的认同 有自信的话 我觉得穿比基尼就会很漂亮 不要害羞 最喜欢自己的地方 就是我的笑容和眼睛 大家好,我们是旅游正妹 这四名获选正妹 将主持旅游节目 不动新闻 人正真好报导